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网友今天你们爬球了吗 我是水军 今天我要讲的第二个 第二个就是我的 关于班墙 班墙嘛 大家知道最近有个新闻 就是 环球主编的 胡锡进 环球时报 环球时报 环球时报的主编 胡锡进 因为班墙嘛 他不容易 他就在微博上面 微博上面 他就 扒牙了几句 然后自己又塞了 你还知道这个 带墙不容易做 你还希望广大网民爱博爱党 爱你妈卖批的吧 好 所以说 我们今天现在也爬拳很困的呀 这马上就要国庆节了 你还主标 已经是跟祖国添乱了 你爬马屁爬 爬回国内上网 爬墙内网 不准爬外网 当然我是在这里卖一卖 YouTube币外卖一卖 好 还有一个 我觉得个人的经济情况 因为我发现我的工资 二千二一个月的保安 现在连自己生活也混不走了 如果每个月将一百二十九的网费 一百二十九的网费 那还是有点困难的 我决定我要暂停我的网络人生了 等我工资到3K的时候 我再继续来上网 和大家分享我的八强人生 哎在国内做网 你论人活还是不容易啊 嗯 里面我再给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 《环球时报》副主编的图片吧 这算给大家告别了 祝大家好运 能爬一天 是一天 我以后不上网了 我懒得给电信交钱 交到钱也爬不到我 以前还可以 现在爬不到 太困难了 现在看个直播 看个旺域热线 我都卡的不得行 哎 其实晓得 旺域热线 真的卡的不得行 哦 直播也看不了 也不想看微波 微波两个多小时 看的累 不想看 大老公再当吧 就这样 拜拜 作片不容易 看片请点赞 请微信支付宝支付 谢谢